既然星剑有起死回生的能力 那魔剑一定也可以 关玉天被拜月儿刺中要害危在旦夕 人千行拔出魔剑想要治疗关玉天 关玉天见状很是心慰 可却遗憾地告诉人千行 星剑助生魔剑助死 魔剑并不具有起死回生的魔力 如今他大现已到 只希望在临死前 听人千行叫他一声爹 可人千行心中的戒地没有完全消除 兵此不愿意开口 关玉天对此很是失望 认为一切都是他自作自受 怪不得人千行 然而他作为父亲 你因为儿子的宏图霸业出一些力 说着关玉天将魔剑拿到了手上 随后运起毕生的功力 将功力和精血灌注到了魔剑之中 你这是干什么 无封世家的血 会让魔剑能威廉大责 我答应过你 要让你成为无灵之尊 我必须利用我所存的生命 来成就你的宏图霸业 姐姐 记住 我对你说我的每句话 都是真心的 我相信 我相信你说的话 你快点放手 不要再为我牺牲了 爹 人千行被关玉天的行为所感动 终于叫出了那一声爹 关玉天总算是得偿所愿 不留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而魔剑得到了关玉天的精血和功力 他的威力已经远在星剑之上 人千行借助魔剑使用一剑格式 在这个世间已经天下无敌 画面来到驻剑宫 编藏风询问其鸟如神 关玉天是否还有活下来的可能 鸟如神认为月人之夜 关玉天的功力本就会消失殆尽 又被拜玉儿刺中了死穴 恐怕就是话陀在世也无能为力 拜玉儿上次犯下大错 被燕藏风给逐出了驻剑城 已经大彻大悟 他知道要是自己留下 就会不自主地想要占有燕藏风 因此不顾刘依等人的挽留 执意地离开了驻剑城 与此同时 赛华陀夫妇得知魔剑出事 连夜赶路来到了驻剑城附近 遇见了被关玉天赶走的姚元胜 姚元胜见赛华陀夫妇没死 以为他们两人假死 血害的吴兴被逍遥狼所杀 准备杀了两人替吴兴报仇 姚元胜你不要激动 听我把话说完呢 我不听 老太婆站住 姚元胜撒出毒粉 将赛西施给毒晕了过去 赛华陀见状连忙解释了起来 说出吴兴其实没死 他在被逍遥狼击倒之前 就服下了龟西铜皮粉 而逍遥狼对吴兴有情 因此根本就没有下死手 这才让吴兴假死脱身 不许说吴兴没死 那他人呢 回西川了 姚元胜对赛华陀的话将信将疑 又见赛华陀提起了龟西铜皮粉 决定跟着赛华陀前去西川寻找吴兴 要是找不到吴兴 他再杀了赛华陀两人泄愤 随着迎获守兴之日将近 生死其宝藏的秘密也即将揭开 燕藏风心之人千行有千灵奇谱 自己能获胜的机会渺茫 于是要鸟如神传授他奇异 提升对异的能力 可在时局对异之中 燕藏风就输了整整九局 不由地感叹自己没有下棋的天分 鸟如神评价起了燕藏风 认为燕藏风太过优柔寡断 该杀的不杀 该舍的不舍 全程没有一点布局 胸怀人意不是坏事 但是必须要以大局为重 否则为了救急少数人 而牺牲了大多数人 岂不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逍遥狼听到这里 询问起心中的疑惑 自从回到住建城后 他便再也没有见过四大箭矢 鸟如神其实已经杀了四大箭矢 却谎称将四大箭矢派去了 至尊萌 轻松地骗过了燕藏风几人 可刘一一当日跟踪鸟如神被抓 已经开始怀疑起了鸟如神 于是刘一一私下里询问燕藏风 是不是鸟如神告诉燕藏风 他被抓去了至尊萌 在得到肯定答案后 刘一一更加怀疑起了鸟如神 鸟如神很快察觉到了此事 派遣白岩罗找到了败月 大大家要我告诉你 他有办法让你得到燕藏风 什么办法 杀掉刘一一